本月27号下午,一位ID名称为重庆升学冉老师的账号 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表示小学生初中,初中升高中 他们都可以帮助家长和学生想办法走捷径 只要交钱就可以购买特价飞机票,直接进名校 记者添加了对方的微信,进行了线下暗访 在两江青区一间写字楼里,记者见到了考试通光环校区的秦校长 这位前校长宣称,自己是重庆各家名校的委托机构 可以通过收取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 帮助孩子直接拿到名校的入读资格 新闻播出以后,在市民和网友中引起不小反响 今天一大早,记者再次来到了考试通光环校区 昨天新闻播出以后,不少的家长都非常关心考试通 现在也没有,还在卖飞机票 然后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了光环考试通这一个校区 考试通光环校区,这是打算掩旗息鼓了吗? 记者试图联系秦校长了解情况 你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 来电信息将你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他不接电话了 记者试图联系直播平台上的那位然老师 发现然老师的直播账号已经被封禁 然老师建立了聊天群,也被封了 在前天的暗访中,考试通机构的秦校长 为了证明他们神通广大,曾经提到了一位姓何的直播老师 秦校长口中的科霸就是科学城大树中学 在前天的暗访中,何老师也在记者面前炫耀了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 记者在何老师的短视频账号上看到了大量的视频片段 其中很多都是站在各大名校的门前录制的 比如这一段 有知情人表示 在校门口录个视频,说上几句和招考相关的话 任何人都能办到 这并不能代表他就和校方有任何关系 更谈不上什么代言 很显然,为了让家长们交钱购买飞机票 考试通光环校区可谓是煞费苦心的包装自己 家长们如果不仔细的甄别,很容易深陷其中 今天采访中,有家长将问题再次反映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教育部门 对方表示,看了昨天的630新闻之后 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对这家机构展开调查 当地教委一位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 这类明显违规虚假宣传的机构 家长们千万不能轻易相信 630也再次提醒家长们 孩子升学固然重要 但家长们千万不能因此乱了方寸 并急乱投医 搞不好最后钱花了名校也进不了 还耽误了孩子的前程